我们来关注一个旅游纠纷 受害的是台湾旅客 这对父亲呢 他们到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邦邦岛去旅行 结果碰上了恐怖攻击 这对台湾夫妇丈夫58岁姓徐 她当场被枪击了两枪之后 不幸身亡 而她的太太57岁被歹徒掳走 目前下落不明 根据警方的调查呢 这个有可能是横行菲律宾南部附近的 激进组织所犯案 而这名妇人可能会被带往菲律宾 目前外交系统金透过关系全力找人 马来西亚邦邦岛风景遗人 是沙巴附近著名的旅游景点 不过现在却有台湾人在这里遇上恐怖攻击 是有一位国人受枪击往生 那有一位国人被裸走 那目前马国的警方也在尽速的展开调查 希望厘清相关案情的真相 这对台湾夫妻57岁丈夫姓徐 58岁太太姓张 一次没有跟团到邦邦岛自由行 不过却在15号凌晨一点遭到歹徒攻击 张姓男子身中两枪伤重不治 不过太太却遭到挟持 目前下落不明 住马来西亚代表处是在首府 所以事实上现在住处的相关人员 也敢去来做一个协助 所以事实上中间还有一段距离 需要搭乘飞机 外交系统透过管道全力救人 不过现在传出由于邦邦岛的位置 在马来西亚沙巴掀本那岸 跟飞鱼兵相当接近 近来常常发生挟持事件 这一起恐怖攻击 当地警方研判 可能是伊斯兰教的激进组织 阿布萨耶夫所为 经常出没在飞鱼兵南岛 1991年创立 指的是持舰者 前飞国总统还说 这是个没有人性的组织 想钱想疯了的暴徒 不过到底是不是这个组织犯案 目前马国警方还在调查中 全力携寻这名张姓 台湾女游客的下落 接着郭向秋春台北 采访报道 北千州 北千州 cart和文号 1900